创为电视因为之前他公司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停牌的 还有就是他的管理层也出现过一个变动 虽然来说了这个管理层的变动现在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觉得了他还有就是他的股价在管理层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这个股价也追回很大不大程度的这个落后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了创为电视要那么大的在短期之内有那么大的动作 包括就是矿场还有就是在A股里面分拆一些部分的业务上市 我觉得了就是这个公司现在都是一个发公告发消息这个阶段 有什么可以短线之内可以落实的 我觉得比较小一点 所以这个股份了 我觉得了现在这个股价在两块钱这个水平了 投资味道是比较重一点的 目前这个带盘这个情况了 对时是小盘股的这个消息了 这个投资的一些因素来讲了 风险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来说他的股价已经涨到去目前这个水平 大家要小心一点